美國加州州長布朗在星期一在中國江蘇省出席2017年國際環保新技術大會時表示 他這次中國之行的重點是推進加州與中國在清潔能源及環保方面的合作 美國總統川普上星期四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布朗是川普這個決定堅定的反對者之一 聲稱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是愚蠢的舉動 加州被認為是環保法規最嚴厲的州 布朗州長表示在他的國家有很多次懷疑態度的人 他們認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綠色環保是一個騙局 沒有好處 大家就是這樣說 但在加州 他們就不同意這種觀點 他們正在採取非常有力的步驟來保護環境 加州的環保法規是美國各個州當中最嚴厲的 布朗認為 他們的最積極 考慮最州村 大會之後 布朗州長會見江蘇省省委書記李強簽署清潔技術協議 布朗表示 這次出訪將與中國討論在加州建立新興碳交易市場 布朗這次一星期的中國之行將與地區以後國家官員會談 還將主持在北京召開的清潔能源論壇 布朗